一代籃球巨星Coby Bryant 昨天因直升既意外遇難 各地球迷都感到悲痛外傷 有很多人前往胡云的主場 憑吊 鳳晶號 數以千計的粉絲在洛杉磯市中心 獻上鮮花悼念 Coby Bryant和女兒小小不夠一天 洛杉磯市區已出現了 紀念他們兩婦女的壁畫 而明晚在洛杉磯的NBA籃球賽 胡人隊快艇將會改期 表示對Bryan的尊重 而籃球界對巨星突然離去 深感可惜 Bryan和十三歲的女兒Gianna 以及另外七個人乘坐的直升機 在洛杉磯西北墜毀 這個現場仍然封鎖 五英里之內不准入內 而上面的航空交通不能低過五千呎 避免好奇者和狗仔隊騷擾 今天早上有約二十名人員進行調查 在機內同時喪生的包括 南加州Orange Coast College 棒球教練 John Altobelli 他的妻子Carrie和女兒Alissa 以及另外兩母女Sara Chester 和Payton Chester 他們準備前往南加城市 Dowson Oaks Member體育學院的女子籃球賽 失事原因現形未確定 有推測指可能和大務有關 而在三藩市的籃球主場 Chase Center 有不少球迷悼念 這位球迷得過Brian的親筆簽名 寧願遲到上班 亦都要向偶像表示敬意 It's just a sad story It really is a sad story A sad loss 其他展現紀念的部分場所包括 芝加哥公牛的主場United Center 星期日晚亮起 胡人隊的紫色和金黃色 而Brian的照片亦都放上大螢幕 賴士維加斯的摩天輪 明尼蘇達州Target Center的投射影像等 26台記者馮正浩報導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可以收看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